你好,我是千云 今天要说的书,繁体书名是 斯多噶生活哲学55个练习 古希腊智慧,教你自信与情绪复原力 简体书名是 斯多噶生活哲学 古希腊的永恒智慧,现代生活实用指南 作者是乔纳斯·萨尔斯·吉伯 如今,我们的教育水平已提高许多 但为什么我们的心灵却越来越脆弱 越来越紧绷 甚至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如何解决情绪问题 学校教我们在工作上能够运用到的各种知识与技能 却没有任何一堂课 认真的教过我们要如何处理情绪 如何消化情绪 在哪里又能找到快乐与平静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人生挫折与生死这些难题 但偏偏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生之中 最至关重要的 有的人是在一路的跌跌撞撞后 才从黑暗中慢慢摸索出自己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的智慧 但有的人也许终其一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或心态 其实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或偏差 而这种心态上的偏差 很有可能让我们一辈子都困在情绪牢笼里 有者因为这个牢笼 对自己的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 甚至过早的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今患上情绪病就如伤风感冒一样普遍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其实大家的精神状态多数是处于极度紧张 多虑、易怒而且烦躁的 而这种紧绷的精神状态 也许在短暂的玩乐后能够获得暂时的舒缓 但这些娱乐活动终究无法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 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情绪问题就必须从情绪的层面上去处理 而不是仰赖外在的事物将这种情绪短暂的给压制下去 最根究底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所追求的理想生活 都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幸福快乐而已 但同样的也是为了追求这样的幸福快乐 我们却感到越来越不快乐 一点都不幸福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000多年前的斯多噶哲学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今天要推荐的这一本书 是一本古老的智慧哲学书 里头更是包含了55条 如何将斯多噶哲学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智慧 当我们面对挫折时 当我们独自哭泣时 当我们惶恐不安时 我们每个人都迫切需要这些智慧的牵引 而哲学也能成为我们人生路上一盏盏明灯 带领我们走向一个阳光明媚的幸福之路 什么是斯多噶哲学 曾经推荐过古罗马帝国皇帝 马可思奥里略的繁星笔记 围绕这三大核心 一遵循德性生活 二专注受控之事 三承担责任 遵循德性生活就是要成为最好的自己 最好的自己也是内在那个最高的自我 而这个自我必须遵从本性生活 听到这里你应该还是觉得很困惑 什么叫本性啊 在斯多噶哲学里 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拥有美德的本性 所谓美德就是内在的一种智慧或力量 去做一些勇敢善良自律等恰当的行为 其中有四项基本美德 智慧正义勇气与自律 而与这四项美德相反的 则被斯多噶派认为是不道德的 也是导致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的原因 所谓智慧就是懂得恰当的做事 恰当的感受 是拥有良好的判断力以及洞察力的 与之相反的是冲动或愚蠢 所谓正义是与他人交往时所体现的善良 正直与公平的行为 与之相反的是不公正 所谓勇气是在感到恐惧时也能正确的行事 这也包括诚实与自信 与之相反的是懦弱 所谓自律是在强烈的欲望或厌恶情绪下 依旧选择正确的行事 这也包括遵守秩序、自我控制、宽恕与谦卑 与之相反的是放纵 以上这些美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 根据斯多噶哲学 他们就是我们的最高自我 在斯多噶派哲学里又称作内在精灵 内在精灵原本就是快乐的 是乐于助人的 是慷慨而自信的 是拥有很多美好的特质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越能缩小现实中的自我 与最高自我之间的距离 我们就越能感到幸福 这是无论住在多大的豪宅 开多豪华的轿车 任何钻石戒指都换不到的幸福感 这也是为什么斯多噶主张说 我们必须遵从德性生活 但同时要注意的是 斯多噶派不会因为你在某一方面展现了不好的特质 就否定了你在其他方面展现出的美德 因为斯多噶派也认为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在追求最高自我的同时 也会暴露出一些缺点 这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我们这些普通人都很难做到像圣人那样的最高状态 我们最多只能试着接近自己的理想状态而已 同时美德是要用来要求自己的 是为了接近我们的内在精灵获得幸福感的目的 但不是要我们用美德来要求别人 就例如在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一书里 有一段文字是这么写的 道德用于自律时好过一切法律 道德用于律人时坏过一切私行 而这本斯多噶生活哲学也说 别人是否看到你高尚的行为并不重要 你取得进步并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就足够了 美德本质上是实践智慧的一种形式 知道什么是适当的事并真正去做 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 我们无法总能分辨正确的事 但可以总是向着更好努力 无论何时都简简单单的去努力成为关爱他人 关爱自然的好人 换句话说 就是培养自己的品格 那么具体要如何培养自己的品格 遵循德性生活 以更接近我们的内在精灵呢? 这本书所提出的55个生活练习里 就提到了正念 来自古希腊2000年前的智慧 就发现了正念的重要性 在生活里保持正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在当下的概念 正念或活在当下 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维持 内外平衡的一种状态 因为正念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变得有意思起来 自我观察 自我反省 才能够确保形式正确 而不是无意识的行动 无意识的反应 盲目的生活 正念或活在当下 绝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想 反而是要我们有意识的 选择如何正确的思考 而不是一头栽露 无谓的胡思乱想理 这也是为什么古罗马帝国皇帝奥里略 会留下一本造福许许多多读者的陈思路 陈思路就是他每天睡前所写的一本反省笔记 用意就是回想并思考当天所发生的事 并指出哪一方面自己的形式是否恰当 反省自己一整日 有否遵循德性生活 美德是我们与生俱来拥有的 是一种自然的潜能 如果我们没有发挥这种自然的潜能 我们的外在与内在就会产生不协调 这也是我们感到难受痛苦 甚至心态越发扭曲的主要原因 也是如此斯多噶哲学说 我们要与自然 也就是我们的本性和谐相处 遵循德性生活 除了要发挥自然潜能 也就是我们的美德 同时也包括了理性的能力 斯多噶哲学认为 能够运用理性的能力 是我们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差别 这种能力也是我们的自然潜能 动物是顺应他们的野性过活 而我们人类则应当顺应我们的理性生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无法理性的思考与行动 例如失控发狂 四处招惹他人 意气用事等 这些对斯多噶派来说 都是在否定自己的人性 斯多噶哲学的第二项核心 就是专注受控之事 当然接受一切并做到最好 也就是说 我们尽力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但不执着于结果 而在每次的尽力过后 也就该放下结果了 如果我们一直坚持自己的预期 必须与结果一致的话 那必然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 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求而不得的苦恼里 当然 放下与放弃是两回事 放下是你专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事物上 尽力的去达成 但不执着于结果 而放弃则是连尝试都没尝试 连努力都没努力过 这与放下是完全不同的 就比如我们生病了 就该去看医生 然后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 同时尽力的照顾好自己的饮食与身心方面的健康 至于最后结果会怎样 会不会真的病死 这已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了 我们就该当然的放下这种执着 但如果我们生病了 只是大喊一声这是天意 然后就待在家悲伤的等待死亡来临 这就是一种放弃 而不是放下 这也就与斯多葛哲学所说的理论 完全背道而驰了 更是导致我们无法获得幸福的原因 另外斯多葛哲学也说 担心外在事物就是遭受情绪痛苦的根源 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 有些事则不然 这也就是斯多葛哲学的二分法 我们的自然本性其实都能够赋予我们力量 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去遵从他们而已 而我们的行为其实也会对我们的周遭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力 而这股影响力是好是坏 则取决于我们要如何运用自己身上的那股自然的力量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情绪更是如此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用怎样的心态 来面对事物的发展 是要淡然平静的接受事实 还是要愤怒悲伤的抵抗事实 专注于过程 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事情 这能极大的增强你的自信心 你知道自己竭尽全力去做 无论结果如何 你都成功了 因为这是你能做的所有事情 如果你在工作 人际关系和维护健康方面都竭尽全力 就会始终感到自信平静 这种镇定自信或平静 源于你知道自己做了能力范围之内的一切 即使结果不理想 你也可以获得满足感 斯多噶哲学的最后一项核心 则是承担责任 当我们能够遵循德性生活 并了解外在是无法控制我们内心的幸福时 这个时候我们自然的就会勇于承担责任 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完全负起全责 这种责任感会让我们再也无法为自己开脱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起全责 包括那些不好的情绪 我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遵循内在自然的生活 而非依靠外在环境才能获得幸福 也就是说斯多噶哲学所关注的 是我们在这个当下所展现出的德性 而非结果 幸福与否 自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他还教导我们 勇于承担幸福的责任将增加我们获得幸福的机会 相反 受害者心态 既把不幸归居于外部环境 会使我们无法获得幸福生活 在斯多噶哲学里 身体与呼吸属于我们 因此对于我们的每个所思所想 我们都应当非常地谨慎并实时地反省自己 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下意识地做出选择 例如选择我们的情绪与反应 而非无意识地让这些情绪胡乱地生起 再盲目地去反应 并且怪罪于无法受控的外境 如果我们总是遵照自己的默认反应形式 就会一直受制于周围发生的事 踩到狗屎就会痛苦 踩到十美元就会快乐 我们任由环境摆布 情况积极 对应的默认反应就是积极 我们为之欢呼 情况消极 对应的默认反应就是消极 我们为之悲伤 还记得先前所说的 斯多噶哲学关注的是 自然的本性以及理性的活吗 理性能够让我们理智思考并做出恰当的行为 一个失去理性的人 其心智都是随外境反应的 但斯多噶派则说 唯有理性能让我们做出理性评估 然后选择与美德一致的反应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最好的反应就是不立即反应 幸福只取决于我们应对事件 以及看待事件的方式 让哲学去除你的缺点 而非抱怨别人的缺点 记住只有自己的看法 才能让你心烦意乱 以上就是斯多噶哲学告诉我们的 获得幸福的三大核心点 也就是遵循德性生活 专注受控知识 以及主动承担责任 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 而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 则是说明了55条斯多噶哲学的实用建议与训练 例如如何在家训练斯多噶主义 如何要在生活的各种情境里调整自己的心态 以及又要如何在社交训练里运用斯多噶哲学 与那些我们不怎么喜欢的人打交道 我觉得这55条的建议都很重要 会议良多 在这个心灵匮乏的时代 我们正是需要一些正确的心灵指引 斯多噶哲学的其中一项建议是 只做必做之事 把时间用在正确的事物上 还有一项建议告诉我们 不需要什么都知道 要分清楚什么事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另外斯多噶训练也包括简单的生活 因为满足欲望并不能获得自由 消除欲望才能 也许你会觉得 哎呀这些道理我早就知道了 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都只是皮毛而已 没有确实的实践过都不算真正的了解 就连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斯奥里略 他都需要每天反复斟酌 反复实践 甚至是反复提醒这些再普遍不过的道理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盲目的毫无意识的生活是最可怕的 因为那就意味着我们亲手将自己幸福的权利 放在了别人手上 我们必须充满意识的去生活 才能获得幸福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刻意的去观察生活 观察自己 我们才逐渐懂得如何幸福的生活 今天的说书就到这里 希望你可以喜欢 我们很快见面啦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